一党支持者花两个星期时间精心打造巨型马来传统风筝 不过老天爷看不过眼 巨型风筝最终倒下了 根据推特上一党支持者分享的23秒视频 他们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 精心打造了一个巨型的马来传统风筝 这个巨大的风筝周边还会发亮 吸引了众多人前来慕名观赏 风筝的造型是一党的党旗 壮观而引人注目 然而不幸的是天公不作美 一场暴雨过后 这个巨型风筝最终倒下了 这个意外令支持者感到非常失望 马华前总会长丹斯里蔡希利 对日前在马华滨海区会团结宴上发生的一幕 感到非常遗憾 他批评当时在场的 现任总会长拿督斯里为家祥 没有对发生的暴力事件做出回应 也没有关心受伤的党员 蔡希利感叹称 如今的马华真的名副其实成为了 马来西亚椅子公会 暗示党内领导只在民意上有权利 却无实际作为 他指出 马华党员以暴力解决问题 是令人可悲的行为 团结宴本应巩固党的团结 特别是在去年大选惨败后 党领袖应该带领党员走向更明确的方向 蔡希利认为 魏家祥必须交代清楚党的方向 以及为何马华在大选中赢得了两个国会席位 却没有一个内阁部长 副部长或政府机构官职 他对现在的马华非常失望 认为党内出现了讨好总会长的现象 如果马华领导层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度 马华是没得救的 据他所知 在党员互殴事件发生后 魏家祥虽然在现场 但没有关心受伤的党员或了解事情的原委 作为总会长 他本应该关心伤者是否需要送医 但显然并没有做到 蔡希利认为 魏家祥应该上台致辞 劝告党员不要打架 毕竟大家都是同志 必须高度重视团结 加强整个党的凝聚力 他对马华已经沦落到 不敢美派候选人参加周旋 感到极度可悲 若是他还是马华总会长 恐怕也会感到毫无颜面 宾州行动党在周选提名后 举办了首场造势活动 但可惜民众出席率并未达到预期 场面显得有些冷清 该党在周六晚上 在宾州华人大会堂举行了 这场造势大会 旨在向选民介绍他们的19位候选人 演讲的领袖包括行动党的元老林吉祥 和宾州看守首长曹关友 不过林冠英并未出席 据观察 响应的民众并没有像以往一样热烈 现场准备了超过500张椅子 但直到晚上90仍然没有坐满 其中一部分出席者是党内成员 入座率仅有70% 而且后来还有一些民众陆续离开 槟城原任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认为 行动党内仍然存在着 对曹关友的倒槽行动 因此曹关友可能只是暂时逃过了 一个重大的政治危机 他指出 在此之前 行动党其实已经有多个潜在的首长人选 但后来引发了激烈的反弹 导致该党最终选择提名 曹关友为槟城首长人选 据他所说 目前的各种证据也显示 即使曹关友在本次州选后连任首长 他也将是弱势的首长 拉玛沙米表示 虽然党内维持曹关友为首长人选 但被视为和他同一阵营的人 却被牺牲撤换 由另一支队伍垄断候选人名单 他进一步指出 曹关友或许已经度过了 一个重大的政治难关 但所有的证据都显示 即使他能完成首长任期 也将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此外 拉玛沙米还对宾州候选人名单的定案 提出质疑 暗示名单可能早已敲定 拉玛沙米在昨日的声明中写道 我们都知道 党内存在着撤换曹关友首长的行动 而且从候选人阵容来看 曹关友似乎已被孤立 将成为一个弱势的首长 他再次强调了 行动党提携新鞋的做法 并建议应该设立一个机制 安排新人接过领导棒 以促进党的新陈代谢 拿督斯里安华首相指出 关于团结政府将在八月倒台的传言 只是无稽之谈 促请人民切勿清醒这类言论 他向人民保证 目前由19个政党组成的团结政府 是稳固 稳定且难以被推翻的 在昨晚在首邦市举行的 红黄潮讲座上 安华劝告人民 不要听信这些传言 因为团结政府目前 已经足够强大和稳固 而且所有政党领导层 都同意维护现有政府 安华指出 与去年11月刚接任政府时相比 现在的政府领导层 包括内阁成员更加团结协作 难以被扰乱 他进一步强调 在去年初组建政府时 我们一直听到各种 试图推翻政府的故事 直到我们提交了 2023年财政预算案 现在又有人声称 政府将在八月倒台 这只是无稽之谈 不可轻信 此外 安华表示 他不害怕国盟向他提出 不信任动议的挑战 如果你要挑战 我奉陪 我可以告诉议长通知期限 不需要两个星期 三天就行了 他表示 不需要像前首相慕尤丁那样 在面对不信任动议时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网上流传的信息 有关击打国盟候选人 拥有相同学历背景 毕业于美国亨廷顿马歇尔大学的传闻 引起了网民对学历造假的怀疑 不过 吉达州一党宣传主任 莫哈莫阿战 在一党党报哈拉卡中 对此事进行了澄清 他表示 这只是平面设计师的失误 一党已经更正了 四名候选人的资料 证实他们的学历背景 并没有造假 莫哈莫阿战解释说 这个错误 是因为平面设计师在制作候选人资料时 使用了相同的模板 导致其他候选人的信息没有被更改 他强调 这个错误仅发生在宣布候选人时的屏幕上 而实际上 在私疑报告候选人的资料时是正确无误的 根据更正后的资料 两名候选人来自不同的大学 至于其他两名候选人的学历则没有显示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